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集介绍长江基建集团10381 这只股票年日来由高位50元跌幅至近期43元附近 成交量今天有所放大 跌幅有12%由之前的投保区下来 3出击亦可以到超跌的范围 有反弹并且有楼底的两次信号同时近期的出现 并且吸引丑量是大量的出现 并且过了红色线 其实吸引丑量亦是持续的攀升 再来缩小张图看一看 其实这只股票卦由之前一直一直上升趋势 这一排就开始跌下来 并且跌穿250天线 这三线的均线主要均线都一直向下走 每家通道是开阔的一个状态 这些我通常可以说是在走技术性的熊市 但是跌得过浓的时候 通常也会开始有点打弹 成交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在今天来说成交量是有所放大 我们再来看看周线图 如何判断除了日线图有个好一点的支持位置外 用周线图和月线图都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地方 用周线图的话 我发觉它已经去到差不多一年十月份的低位 到布里加通道底 吸引丑量也是持续出现的周线图 这一段的成交量对比之前的那一段大跌成交量 不算是太多 那时候是非常大 那时候是更好一点的一个形态 那月线图我们来看看是博物线中线附近 有个小支持 若然失手了就有机会再低跌 那暂时日线和周线的话 有些不错的支持位置 目前股价还未回到布里加通道底里面 那通常呢 今天其实都已经是低开了 然后再下影线图为场 最终新本价回到昨天的阴烛实体里面 那这些都是一些不错的转世形态 那若然如果吸引丑量下来是缩窄的话 意味着有个机会反弹 那短期的压力位的话 通常会看回这个水平位的位置 因为它大概由这个位置再次起跌 那到$44.5 若然再上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远一点 看到$46.8 那指示空间相对会是较低一点 这个位置 那还有它除了反弹之外 今天值都是出现成交量以上的 好了 那今集关于长江基建集团1038的 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